四川黑老大刘汉,刘维在执行死刑三年后,小弟们陆续有了新消息。 日前,刘汉的持枪贴身保镖,还利柱,已由无期徒刑,仅为有期徒刑22年,长安街知事微信败地,Capital News注意到,此人曾在成都一家娱乐城吃刀杀人,因大哥刘汉疏通关系,仅被关押了36天便获释榜,还利柱所受审还利柱,1980年3月生于吉林渔树,因范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, 故意伤害罪,非法持有枪支罪,阿唐罪,2014年5月,被湖北嫌明中愿意审判处无期徒刑,三个月后,七上诉被湖北高院驳回,维持原判,建方指控,还利柱是刘汉的保镖,带枪执行任务,跟随刘汉多年,每天陪侍刘汉左右,对刘汉,刘威等实施的部分,违法犯罪活动新知肚明,且实施了故意伤害。 被法持有枪等违法犯罪行为。 此外,2002年5月29日,还利柱与刘汉另一名保镖球得封,在成都卡卡都去了不喝酒,因强拉张某女配酒,玉器朋友,黄某等人发生争执。 在追看黄某过程中,勿以为无辜群众上东拳是同伴,环利柱朝上东拳,大腿先后刺了两刀,致其死亡,另有多人受伤。 此事发生后,刘汉派人疏通关系,还立柱在被关押36天后释放,秋德峰被判刑四年。 刘汉获无期徒刑之后,环利柱先在湖北红山监狱服刑。 2015年7月,转至重庆于都监狱改造,今年6月,玉方以期获得表扬奖励,六次,却有悔改表现为由,建议由无期徒刑,建位有期徒刑。 22年,重庆高约发布的公告显示,该约于7月30日开庭审理,了该减刑案,玉方的报刑减刑建议书称,还例如在改造期间能认罪毁罪,在考核期内,获行政奖励监狱改造积极分子一次,提供一次折算为行政奖励表扬三次。 加上去年4月,去年9月,今年3月各获表扬一次,共获表扬六次,却有悔改表现。 此外,环立住在一间区,从事缝纫岗位劳动,在劳动中态度端正,完成政府交给的各项生产劳动任务。 2017年上半年在流水线上控制完成南市内库坎存公序108470公序次,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。 众所周知,环立住只是刘汉、刘维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之中的小虾米而已,按照法院判决,该案涉及人数达36人,其中或死刑者就达5人。 除了刘氏兄弟,还有骨干的四堂仙兵,以及闹失去持枪杀人者张东华、田仙伟,刘维尔他们之所以能长期盘踞四川广汉、成都等等,切一步步滋生壮大。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通过不正当交易,获得层层保护萨笼罩,其中最大的莫过于周永康。 其子周斌看上了九鼎山旅游项目,周永康亲自打电话告诉刘汉,要照顾好周斌。 于是,刘汉已经2000万元,的价格收购了这个仅价值几百万的旅游项目。 作为十八大以来,审判的性质最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,以刘汉,刘维尔为首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覆灭,表明了正法机关还没公平着你的鲜明立场。 今年一月,中央下巴同志,专项部署长达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,明确要求身亡黑恶势力保护萨,现实也表明,一些抵抗利弱的官员未得到好处,充当保护萨,使得黑恶势力又是无恐,因此,扫黑除恶只有瞄准保护萨,产出保护萨,才能真正除恶无尽,还一方百姓朗朗乾坤。 更多精彩内容,欢迎关注长安街知识APP。